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知道吗 我们身边有千万种植物 熊猫博士和托托将带大家走遍世界各地 从中挑选出最有特色的植物选手 给他们颁发荣誉奖章 耶 今天我们要去寻找植物王国里的活化石 来自于中国的银杏树奶奶 我们快去看看吧 出发 你们看 这金黄素的一片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银杏树 银杏树拥有形状奇特的叶子 小朋友们 让我来考考你们 你们知道它的叶子是什么形状的吗 圆形的 星形的 三角形 扇形 圆形 你再仔细看看 银杏树奶奶 您好 很高兴见到您 奶奶好 你们好 你们再仔细看看 我的叶子到底是什么形状的 是扇子 没错 我的叶子就像一把把小扇子 而且一到秋天我就会脱去绿色的衣服 给我的叶子们穿上金黄色的新衣服 那银杏树奶奶 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能随处见到您的身影 但是您可是我们植物王国里 私立最深的奶奶了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历史呢 当然可以了 我们银杏树最早源于中国 我的祖先早在三亿年前 就生活在地球上了 三亿年前 那时候地球上还没有恐龙呢 那就代表着银杏树奶奶的祖先 比恐龙还要年长 不仅如此 我们银杏一般都很长寿 每棵银杏树 大约都可以活到三千岁左右 银杏树奶奶 快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长寿秘诀吧 那是因为我们对生长的环境要求很低 只要有充分的阳光 适当的雨水 室中的温度 还有略微干燥的土壤 还有略微干燥的土壤 我就可以生根结果 另外银杏树奶奶生长的速度特别慢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你们知道银杏树长到几岁才能大量地结出果实吗 两岁 十岁 二十岁 还是四十岁呢 四十岁 没错 我们要在四十岁的时候 才会结出大量的银杏果 而且每一颗果实里面都有一颗弹珠般大小的果盒 它就是我的种子宝宝 因为我的种子是白色的 所以大家也会称它为白果 那银杏树奶奶 您的果实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了 虽然味道有些苦 但是我的果实可是非常有营养的 很多医生还会把我的白果做成药来治病呢 不愧是我们植物界的老前辈啊 不仅历史悠久 还能给予他人帮助 所以我们要给您颁发特等奖 谢谢熊猫国师 今天我们学到了银杏树的历史和小知识 其实植物王国里有上万种千奇百怪的植物 很多植物都和银杏树奶奶一样生长在我们的周围 所以今后我们也要多留意我们身边的植物 好好保护它们 嗯 那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